我们这一讲 中国以前除了乒乓外交以外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猫熊外交 刚刚讲的 以前拿到台湾猫熊的时候 多高下来 连那个猫熊每天有什么活动 就有一个直播 直播每天都有上万人 在那边盯着它看 大家非常爱这个动物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有一条新闻说 从美国开始 芬兰 法国 很多国家说 这个猫熊太贵了 或者猫熊这个太多了 我们不需要一只猫熊 一只猫熊的要送回给中国 连中国都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而且我们应该记得很清楚 2008年的时候 团团员来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盛况 那时候电视台全部转播 事实上有猫熊 或者有熊猫来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开心 那这也是象征了什么 你跟中国交好了一个代表 但是问题是 最近登上中国热搜的一个话题 他说为什么大熊猫 或者大毛熊 最近成群成堆的回来 他说要打堆回国 难道是养不起国宝了吗 这是什么样的状况 宝杰不是养不起 而是人家 人家对中国的印象转差之后 转而就对猫熊 或熊猫也不爱了 因为猫熊是中国的象征 猫熊只有中国才有 当我不喜欢中国了 我就不喜欢猫熊了 因为你送的时候 也蛮有政治含义的 那当然就是一个交好的过程 那现在双方可能要闹翻了 但是猫熊很可爱 对所以猫熊因为中国跟外界的关系之后 遭到了食欲之量 大家反而就不爱他了 或是不想养他了 那事实上猫熊还是非常可爱的 真的 一个一个要送回去 对那事实上我们就讲 我们看这个画面 这是什么 这是今年二月的时候 你看这是什么 谢谢永明 那谢谢逃兵 你看这个画面 这是什么 这是今年二月的时候 日本送回三只猫熊 日本送回三只 谢谢永明 那谢谢逃兵 那谢谢英兵 三只 他们把他送回去 那这呢 日本一口气送回三只 那今年预计呢大概全世界保守预估会有九只 或可能会有更多 会把这个猫熊熊猫送回到中国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显然呢 这个外界对中国的这个观感 都不是太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刚才讲 朝鲜日报就特别提到 中国的熊猫外交 已经落下了帷幕 习近平的战狼外交 接连的把你送回中国了 对因为过去呢 这个熊猫外交 或者猫熊外交 当然就是和缓的状态嘛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习近平是战狼的姿态啊 战狼的姿态的话 那我为什么跟你改善这个 我跟你关系不好的时候 那养这个 说实在的 现在真的人气也是暴跌的一个状况 大家不太想去看嘛 这真的是如此 也会影响 对因为他 大家都很联想到 他就是中国的代表 所以大家都真的不愿意看 所以他从今年开始 所以同样一只猫熊 因为我对中国的感觉不同 感情就变了 因为他跟中国连结得太深了 所以你看从今年开始 爱丁堡先开第一箱 他说他养了11年的 这个大熊猫的这个夫妇 杨光和甜甜的 我们不养了 我们回到中国去 爱丁堡也就是英国嘛 英国跟中国关系是不是变差 对 所以那英国就这样 21年了 对那你看2月的时候 日本上野动物园就这样 香香啦 还有这个合格兰 主题乐园的30岁 我们看来有名嘛 还有这个英兵跟这个逃兵 都回到中国 一共有四支 日本送了四支 日本一口气还四支 对那事实际上 日本跟中国关系好不好 当然也不太好嘛 那马来西亚 也说了 姨姨跟这个生姨的可能 要回到中国去 这目前是可能 你知道姨姨跟生姨 就代表马来西亚 跟中国的感情 感情要送回去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 芬兰准备金宝宝 还有这个华豹 要归还给这个中国 那甚至还有美国 美国还有非常多 包括说像 在史密森 史密森你的国家 动物园里面的 这个美香 天天 还有他们的小孩子 叫小齐鸡 都全部要还给你 那另外还有朱丁 22年的这个猫熊 也要压压 也要送回到中国 所以一年也可能 会有四支左右 所以你看 实际上我们刚才说 九支其实是保守 今天搞不好会有十几支 甚至更多的猫熊或熊猫 可能要返回到中国去 这个状况 这个十一四传 也差太多了吧 以前各个国家 能够拿到一支的猫熊 举国欢庆 大家都非常开心 而且我们知道 你送到荷兰 送到英国 送到比利是 是受到国兵的欢迎 而且一个猫熊的待遇 你就知道说 他现在中国 在全世界的眼光 到底怎么样 这是什么 这是荷兰 荷兰说当时 第一支猫熊要来到荷兰说 他们不但用这个 他们可能是 重要国兵的接待规格 你看 飞到这个地方之后 他抵达 你看降落的时候 旁边就有很多军警车 在那边维护 是这样子 你这个比这个 这是猫熊 比美国总统都还要更加宝贵 这样保护你 好那大批 猫熊降落在荷兰 是国兵的欢迎 那你看后来 这是什么 这是在比利时 比利时它还出动了 大批的军警 还有DH 因为它是用DHL的专车送 你看 还有前导车 对 宝贵你知道吗 空中我们没看 空中还有直升机在保护它 空中还有直升机 在那边随行在那边飞 所以国兵也不过是如此而已 好 那这是法国 法国也是一样 他们出动的这个 法国国家宪兵 还有共和国的摩托车部队 全部这样 全程地这样护送你 对 好 那英国也是一样 英国也是 你看他也是这样 被送过来的时候 他们还实况转播 然后看看他们还在那边吹 苏格兰的风笛 因为迎接你啊 苏格兰的风笛都出来了 所以当时大家都是这样 而且你知道 一开始来的时候 那个效益真的非常大 你看1972年的时候 上野动物园一只来 鲁迅 就让他们来的时候 920万人士来看 一年 对 一年 然后后来相乡之后 他至少为日本带来的 539亿的这个经济效益 那你想 那经济效益还在啊 那为什么不要 就是跟你讲 因为大家认为 对中国的转差之后 没有人要去看的 那甚至你看 而且刚才讲的 日本不是可以卖门票 对 日本这些猫熊的周边的饰品 也很卖得下下掉 对 好那你看 事实上2011年 他不是到英国去爱丁堡 爱丁堡这不是还回去吗 那多厉害 他们爱丁堡的动物园 来了这个两只猫熊之后 马上就把他们从亏损 转亏为营 然后把他们从倒闭的边缘 拉回来 所以他当时的力量 到底是多大 你就可想而知 可是这个让爱丁堡 动物园转亏为营的猫熊 丁堡要送回去了 对 所以那代表什么意思 那甚至你看 在泰国也有啦 各个地方 大家都完全是这样 因为为什么 因为猫熊很难养 所以那他们 你们也要为他 设一个专门的这个设备 譬如说以这个青麦 青麦那地方很热啊 他就来帮他造了一个 这个约莫零下6到7度左右的 一个人工降血的这个环境 让他住在这个地方 那你看美国华盛顿东远 也因为他修筑豪华的这个社馆 要400万美金啊 他等于住的地方 都是豪宅等于 都是400万500万美金 这样花下去 当时都不在乎钱 对 你现在告诉我 你养不起了 所以就跟你说 这不是因为缺钱 不是因为养不起的关系 大家真的是 对你不爽的一个状况 而且真的是此一时夜 彼此一夜 刚才讲到的 之前英国 英国独爱猫熊 英国猫熊还讲 把田田选为是 2021年 英国 也没多久 2011年年度女性 然后那个田田 接受400亿二 他站在怀胎 在备胎当中 怀孕的当中 日本绝版 英国 英国把它住的地方 设为禁航区 所以这个地方 不可以飞任何东西 影响什么 影响到田田的怀孕 对 英国 2011年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那时候是中国跟英国 关系非常好的时刻 是好的时刻 好到什么程度 年度英国女性 来说是这个田田当选 这个中国的代表 你怎么会当选 英国年度女性 再来就是她怀孕的时候 英国禁飞去 在那个地方 你就知道 英国是怎么样 去保护她 那你看 当初都花那么多钱 甚至你看 荷兰 荷兰不是有大批的军警 欢迎她 你看 她为她建的这个宫殿 这荷兰 中式的宫殿 她都仿造故宫 这样一个状况 荷兰为了养猫熊 做这个宫殿 这个你看 这是700万欧元 然后有9000多平方公尺的 皇家宫殿 而且你知道 她还跟故宫用的 这个故宫在重新翻修的时候 跟故宫用的琉璃瓦 还有 跟故宫用的是同一个 那是很多这个木建筑物 都是在中国组装之后 然后搬到那边去 你看她花了多少钱 而且你知道 每天你要吃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准备了20种猪子让你挑 你可能不一定要吃中国的 没关系都让你这样子 那你看芬兰也是 芬兰 芬兰2018年的时候 因为为什么 芬兰都怕说 你这个熊猫 你可能 猫熊 你可能要听中国的声音 你看 他们在国家合唱团 来到这个地方 唱什么 唱这个 但愿人长久给你听 千里共残缺 然后说 要解大熊 大熊猫的这个相存 他最好是听得懂 我觉得芬兰人很无聊 是因为芬兰人很冷 或许大熊到了这个地方 有他不适应 不适应以后 他的活动力变差 活动力变差了以后 芬兰就找这些人 对 唱但愿人长久 来解猫熊的乡愁 对 那以后 然后现在你要把人家赶走 对 到底能不能解 大家谁知道 但是现在大家都想说 宝杰为什么 他现在他们就说 太贵了 那他说每一年 要100万美金的这个价格 然后另外 如果假设这个 如果幼儿出生的时候 我还可以支付你给60万 那另外还在说什么 我每天都要从中国 四川空运 30公斤的这个竹叶 所以一年下来 大概也要花100多万左右 当初你都砸六七百万 七八百万 你还请国家合唱者去唱歌 现在你就在在意说 那100万我实在花不起 所以根本就不是钱的关系 说到底是什么 说到底就是双方的关系 转差的一个情形 所以连外交 或这家杂志都讲 现在是各个国家 互相互议 大猫熊送回去 为什么因为是芬兰 算先开这一枪 你看芬兰养的时候 是2017年左右的时间 你看当时的芬兰 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是习近平到芬兰 去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我们建立一带一路的关系 同时我送你两只 就让你两只动物过去 就没想到 到2022年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芬兰总理 马林已经跟中国闹翻 闹翻之后 他们就说 那我们把他退回去 所以从今年开始 那民众在抗议 然后议员在抗议 所以 签约是签十五年 就养了五年 他就要传回去 那所以你知道 外交家杂志 就说得非常清楚 猫熊外交不是 这个繁育保护 那外国动物园 不应该幻想四项 大猫熊就能够保护动物 而且他说什么 他说其实 没有任何证据来说 中国提供的资金 真正帮助了 野生大猫熊的这个保护 所以也就是说 事实上中国用这样的方式 但是其实没有 说到底他就是怎样 他就是用一种猫熊外交 他们BBC News 说得非常清楚 往往送到你猫熊 给你的时候 都会交换什么 你国外给我技术 给我这个相关的科技 但是问题是 现在这些完全都 关系不在的时候 那这个猫熊 当然就是首当其冲 变成是关系恶化下一个 非常可能的牺牲者 好 所以董事长 真的是此一时夜 彼一时夜 以前大猫熊受到 全世界的怀疑 任何的猫熊 能够到任何国家 刚刚讲的 你今天到了荷兰 你今天到了比利时 你是受到贵宾的一个待遇 你到了芬兰 芬兰这个猫熊活动 利差芬兰觉得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你想家 想家了以后 还特别去学 这个中文 但愿人长久 还唱歌给你听 就没有想到 跟中国的关系 一改变之后 大猫熊一个一个 送回中国了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说中国的外交战略 到底是什么玩法 你要注意看 他现在跟普丁讲的 习近平跟普丁讲的 这是百年未遇的大变局 我们一起干 对不对 这个雄心万丈 对不对 但是结果搞成 这个雄心万丈出来之后 全世界开始 对他开始才是怀疑 你的石面埋伏了 对啊 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情况 这里面有透露出一个非常 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现在这个国家 它的GDP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 对不对 它的实力全世界第二大了 它的各种规模 人口数 包括科技等等一切 为什么 可是你想想看 它要直接挑战美国的霸权 对 包括要重新设定 环球的这个游戏规则 对不对 为什么碰到这种结果出来 对 所以这有一个根本问题 你看跟中国友好的国家 现在有哪些 你要注意看 这样的伊朗啦 沙兔地 阿拉伯啦 不不不 伊朗是对的 伊朗是反美最剧烈的 就反美的国家 反美最狠的 最恶劣的 就是跟中国最好的朋友 北韩 对不对 就跟他很好 对 那过去 普丁以前 普丁过去在对两岸政策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两三年前 对 他保持中立 对 他最近开始 讲话没办法 他跟老美翻脸了嘛 所以最近翻脸 才跟老美讲狠话 普丁以前不跟老美讲狠话的 讲最狠的人 以前有一个人访问他说 如果两岸开战的话 他听到两岸开战就笑出来了 对 他说不会打仗嘛 他做生意 他有钱怎么会打仗呢 所以他的态度上 普丁对美国的政策 是有分寸的 普丁他们这个大国 有几千年历史的国家 他们有分寸 他掌握的那个力度 这个轻重缓急 他发展核武 发展太空科技 他跟你美国玩的时候 他有游戏规则 但问题是 我放那个中国大陆 现在来个习近平 他跟你乱干一通 没有游戏规则 狭路相逢 勇者 他爽就好 他把刘亚洲搞起来干什么嘛 他把刘亚洲搞起来 就准备跟老美干嘛 对不对 他就反明了 就是跟老美干 他现在不跟拜登见面嘛 不跟布林肯见面嘛 我就跟你翻你翻到底 他现在耍狠 他跟你耍狠 耍狠 然后呢 跟他友好的国家 还有中国大陆 中国在全世界 他最有把握的 在外交上经营 成功的地区是哪里 非洲嘛 对不对 非洲经营者 然后拉丁美洲 南美 对不对 其他你说 有什么有成就的地方 你刚刚讲的 好 包括沙鲁地跟伊朗 沙鲁地跟伊朗的 这个签约的谈判 是他促成的没有错 对 那我请问你 有改变根本问题吗 没有 他的实业派的问题 跟他逊尼派问题 改变没有 没有 没有 所以早晚还要翻脸 没错 所以换言之讲 中国大陆在做 外交策略上做的工作 都是做一些叫做 短期策略思考 洪杜拉斯 他把台湾挖走了嘛 对 他要给多少钱 跟我们要20亿美金嘛 对 那我们不给嘛 听说台湾要给60亿啦 你认为他会给60亿吗 不会 他把他骗走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 中国大陆的外交政策 有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 说谎 他骗人 先骗再说 没有道德感 这个是一个 没有道德感的一个政权 他讲话 他对他老百姓 对人民他也没有道德感 他欺负哥韭菜 欺负老百姓 所以你看 他跟德国的这个外交 这个秦刚跟德国外交部长 开联合记者会的时候 在谈那人权的时候 他就在谈那很简单 他说我们中国的国情 跟这个德国的国情不一样嘛 德国外交部长马上一句话跟他讲 说我们是按照联合国宪章所决定的 德国的人权规则 跟你中国是一样的规则 就马上给他吐槽 这是德国这种大国 这个有历史传承的这种千年历史的国家 不会跟他走在一起 就是一些小国 里里拉拉的地方 耍狠的 贫穷的 然后给他要钱的 所以这就代表什么东西 你如果不能以道德为挂帅 不能以信用为挂帅 要经营所谓的 全球各地的外交关系的话 那个外交是不可靠的 不可靠的情况之下 就变成这个结果 把猫雄送回去 猫雄倒霉 这通通送回去给你 那等于说 我今天如果把猫雄给送回去 代表说 我现在根本跟你拆了嘛 不 这些国家都是拆的 这些国家都是拆 日本 英国 我现在讲给你听的 我们 你用算说 跟他确认 你要算说谁跟他好 你要反过来 点名跟他好的是哪些 我跟你讲了嘛 就是北朝鲜嘛 北朝鲜 现在目前最大是 伊朗嘛 现在最大的咖 就是俄罗斯嘛 对不对 俄罗斯跟他最大咖 俄罗斯有一定要听他的吗 不会 也不一定哦 我看俄罗斯对他之间 还有很多保留啊 俄罗斯有讲了很多话 大家还是 还是有很多彼此之间的 的这个差异性 我讲个最简单的案例嘛 俄罗斯真的跟他好吗 俄罗斯跟印度好不好 好 那印度好的话 俄罗斯怎么去跟中国好呢 对 对啊 那中国跟他是一个 世仇的两个都搞不定啊 所以这个中间啊 就是敌友关系 随时其实是在一个变化当中 中国想要目前扮演 所谓的什么 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世界的主宰角色 主宰的角色 还差得太远太远 好 这话 刚刚讲的 这是一夜之秋 看说各个国家现在 对待这个猫熊的待遇 对待猫熊的看码 可以看出他们怎么样 对待中国 而美国现在很清楚哦 第一个 我已经不信任你了 我今天已经把你抓了 三十四个 你居然在海外 给我设警察局 还有就是 你即使要在美国设绿能 你今天从中央 到地方 全部反对了 对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个行为 是真的很夸张 现在美国的司法部 正式起诉两个人 这两个华人 为什么被起诉 因为他帮中国在美国 设秘密警察局 秘密警察局 你怎么可以在别的国家 设自己国家警察局 他起诉这两个人是谁 是61岁卢健旺 跟59岁陈金平 这两个人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他们 撒到这个程度 撒到他们设秘密警察局 然后合照 我们带回来看 他们合照这个秘密警察局 通称叫做 福州警桥事务 海外服务站 他被人家拍照 所以你这个东西 全部 这也太蠢了吧 对 我今天 我今天不是要去秘密 这不是要秘密解释吗 这不是秘密行动吗 你嚣张到 你这些人还拍照 上面还有名字 我还可以暗图索记 我不带上面有名字 福州警桥事务 海外服务站 美国纽约 对 这个后来就成立在哪里 曼哈顿的唐人街 好那你如果这是服务站 那你就叫服务站 可为什么被司法部锁定 因为他们有帮非常多中国的警察做什么 猎狐行动 我们发现很多海外华人 中国警察要抓叫虽远必处 就是由这群人来负责抓的 所以这些人就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算是人张并获 不是我昨天听到那个中兴通讯的例子 我觉得非常荒谬 就是中兴通讯被美国盯上 被美国盯上他去找美国的律师事务所 觉得美国律师事务开架太高 我就干嘛 我就直接招聘 美国的律师觉得这样比较便宜 结果FBI就利用这个身份 进到了中兴通讯 就把中兴通讯摸得一清二楚 成为美国起诉中兴通讯的最好证据 结果你跑到人家的国家 设立了一个海外服务站 你还拍照纯诚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拍照回报 跟长官讲 我们确实成立了 经费赶快下来 赶快下来 所以中国很蠢的吧 其实真的蛮蠢的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看这么多特务 哪个特务拍照的 我不只拍照 他在上面还留名牌 还有这种事情 我都留名牌 按读所记嘛 对 等等我看 在这个 陈金平 卢健旺 卢健顺 高秋华 林什么 看不清楚了 名字都有 都有啊 就按读所记嘛 而且这个卢健旺 跟卢健胜 百名兄弟 百名兄弟 百名是兄弟 所以他们一定是一起抓嘛 可是更惨事情是你知道吗 当这个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 被抓后发现是中国在美国唐人街设的秘密警局 对不对 既然发现一窝蜂 21个国家都有啊 这个名单已经现在流出来了 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名单 你看这名单里面有巴黎的 有马德里的 有巴塞隆 有多伦多的 有伦敦的 这些东西哦 都会变成世界各国去彻查的一个名单嘛 难怪大家不要猫熊了 对吧 那我看到 猫熊都是间谍 不至于 但是我认为 他们会因为这种东西 对于中国啊 非常非常讨厌 好 那这些所谓的中国这些警察 你除了去抓人之外 你知道吗 他们竟然还有负责什么 负责暗杀相关的事情 这个暗杀是真的在荷兰发生事情 荷兰 对 这是一个荷兰 流亡到荷兰阿姆斯坦特丹的 这种中国的这种异议分子 他叫王静瑜 这王静瑜呢 竟然呢 收到来自中国秘笔警察的恐吓 这也是蠢到家 这个秘笔警察人就违信 失讯这个人 他说我是中国秘笔警察 我现在要去杀你 你小心一点 然后呢 王静瑜还说 你真的要杀我吗 他还说 我明天早上七点前 会乘坐火车来杀你 那这一系列这种通讯的啊 你看 他上面就写一大堆 王静瑜 我就是中共的国安 我今天晚上要到你家杀你 我马上到海牙 然后呢 王静瑜呢 就说你赶紧来啊 你赶紧来 然后呢 这个人呢 喘到一路跟他讲时间 跟他讲地点 说我现在到 我要杀你 结果呢 王静瑜就说 好 你到了是不是 我跟你约在火车 在外面一家咖啡厅 有种就来见我 这个人真的见 结果外面都是阿姆斯特丹的警察 他被抓了 这个人真的被抓了 也是蠢到家了 他真的以为说 自己这样呛下就没问题 这个人呢 事实上 所以他要杀谁 他要杀这个王静瑜 就王静瑜里面 还把这张拨出来 这个就是阿姆斯特丹的 这些警察 已经找到共匪 等待他将是法律制裁 对 你知道这人怎么被识别了 你看这个对话记录 最下面一段 他说王静瑜要讲说 好好好 你先给我打个电话 我证明这个号码是你的 打过来了吗 是你的 我才跟你见面 结果他打了电话马上被抓 所以这东西就是抓现刑犯嘛 好 那中国海外警察呢 其实现在被一锅出来 已经变成是非常大的事情 他们在海外 也太蠢了吧 真的很蠢 那除了暗杀之外呢 还有做什么事情呢 比如说 在中国很多那种抗议啊 都不行 可是在国外是可以抗议的 对不对 很多在海外中国人 在抗议的过程中 都会有那种 中国警察混进去闹场这种画面 我们过去报道很多 像这个是在伦敦外面嘛 有人就看到一半被抓进 中国的大使馆 这些东西呢 后来的警察发 美国的警察发现 这些呢 竟然还有所谓的网军啦 因为他们在起诉的过程中 打不带回来看 在他们的匿名警察会社里面 发现有大量的这种电脑 而且这种大量的电脑里面有分哦 它后面有贴绿标签跟红标签哦 绿标签是用于什么呢 非机密使用 比如说呢 你上场搜索email什么都可以 那如果说红标签的话 就是有机密使用 比如说你要做网军啊干嘛的 都要有红色标签 所以这种绿标签跟红标签 还是有不一样 所以你要知道 中国这种东西有被一锅踹之后 对于西方世界是非常非常反感的啦 因为司法的引路 在国际上是有惯例的 你去人家国家成立秘密警察 就是侵害人家主权的一种明显的象征嘛 所以现在中国这个真的会被一锅踹 喂 现在中国人讲 他们是一个幸福的国家 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 可是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里面 华尔街日报还有CNA都特别报道 为了逃离中国数千人冒死穿越什么 冒死穿越一个叫走线 这个叫打理爱口 这个打理爱口 打理爱口是一个死亡之路 你如果在中国过得好好的 你干嘛要通过这个死亡之路 去投奔美国咧 宝杰哥 在中国大陆有抖音 在社交TikTok 现在出现 如果你去打关键字 走线两个字 你会看到很多影片 而且我猜 可能很快的影片都会被封锁掉了 大陆现在生活开始苦 尤其这两年新冠疫情之后 它有的是工厂关闭的 有的是言论自由的 有的是它投资通通都没了以后 还有是犯法的 怎么办呢 我要往外跑 结果现在有一条路线 非常的红 在抖音上面都有 这个画面宝杰哥 是CNN的记者跟着下去走 这在哪里你知道吗 这个在哥伦比亚 往巴拿马的地方 有一个长达100公里的Darling Gap 这个地方在哪里 它就在这个中美洲 我给大家看看地图 它怎么走 因为中国大陆 它其实基本上在全世界 免签的国家很少 有一个国家叫厄瓜多 在厄瓜多 对 它直接坐飞机来 宝杰哥他这样子 他从大陆出去的时候 他先到 我到土耳其 到了土耳其之后 他就赶快把他的iPhone手机 卖掉以后 另外一辆钱以后 再坐飞机买新的机票 到厄瓜多 因为免签 对 因为厄瓜多免签 他可以入境 那进了厄瓜多之后 他就坐车或是偷渡 来到了哥伦比亚之后 然后再进去 你看 他是从厄瓜多的基多这个地方 然后到哥伦比亚 然后再进到 我们现在要讲的Darling Gap Darling Gap是什么地方 就是在哥伦比亚跟巴拿马中间 它有一段 因为是热带雨林 所以它完全无法盖任何公路 它是泛美公路的一个断点 那怎么办 我们要用走的 你看 老杰哥 这是小朋友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世界各国都有 那他们开始去走的情况之下的话 他必须要走过那个热带雨林 非常非常困难的条件 满地都是泥泞 要走到了巴拿马以后 再从巴拿马开始 来 老杰哥你看到画面 这个就是在Darling Gap的过程当中 大家成群结队去走 它是热带雨林 每天下午两点会下雨 而且有非常毒的蚊子 然后他们还要翻山越岭 还要过那个河 老杰哥你看到 等一下那个河的那个画面非常恐怖 因为小朋友就坐在爸爸的身上 他们要渡过那个河 然后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要走好几天 才能走出这个Darling Gap 那如果你走出这个爱口之后呢 你就到哪里 到巴拿马了 到了巴拿马是什么身份 偷渡者的身份啊 那这种时候呢 你就要开始呢 可能被抓起来 可能被拘留十天 然后再想办法再坐车 从巴拿马 你看它这个路线 一路从瓜地马拉到 埃尔沙巴尔 这都以前我们的友邦 现在都已经断交了 然后再慢慢的走走走走走 走到最后搭巴士 骑摩托车 然后有可能中间会被拒禁 然后再看有没有办法用钱 所以你要准备30万台币左右 才有可能最后走到了 墨西哥跟德州的交界处 最后有一条河叫格林河 那半夜的时候呢 再坐汽艇 整个过去 我就讲一个例子 过汽艇 对 应该是橡皮艇 我想说了 要坐一个橡皮艇 半夜的时候过去 过去就到了美国 然后再寻求政治庇护 有一个姓黄的 中国大陆的一个人 他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中间好几次 他被拘留了以后 还被送到南部以后 然后再租了机车往北跑 过程当中 墨西哥的黑道队的他 Gino Gino在那边喊 想要叫他下次要跟他要钱 花了30万 两个月 打过了这个Darling Ring之后呢 才有最后达到了美国 然后寻求政治的庇护 那他们在中国到底犯了什么事 到底出了什么样状况 要冒生命危险离开 好 把这个你要看 根据巴拿马 以及根据美国 他好几个数据 这是什么 2022年 2023年对不对 中国大陆的偷渡人口 你看明显的 从2023年这几个月 太多了吧 一个月就有1700 中国人 保险我跟大家报告 这是不包含去旅游 工作签 学生都不包含 完全是偷渡的 一个月巴拿马 越来越多 对 就有大概1600多个人 有没有 一个月 那这上个月 那上上个月这样加起来 越来越多 短短三个月就已经超过3800人 那他们干嘛呢 通通都是偷渡 就是走这个Darling Gap 那他为什么要去那里 因为他在中国大陆 真的已经活不下去了 中国大陆现在 当你不能讲每一个人 可是你要去看 我看了好几个影片 以后我发现说 真的很苦 一个卡车司机 他对着镜头 一边讲一边哭 他说我以前到新疆 车资是多少 500 现在多少 300 360 我三天都不睡 这样跑车 我只能挣不到1000块 我都快赔死了 我只求我能把住进上缴 然后有一些人 是跑去找工作 找工作过程当中 现在做农的 有农馆 工厂他要求什么 保杰伦你看那画面 一堆人站在那边 然后那个工头 他跟大家讲 有所有刺青的 或是拿烟烫烟鱿头身上 任何偶射射 我们通通不要了 头发很犬 有烫染色 我也不要了 那剩下的12个小时工作 要不要 要都留下来 所以大家找工找 还非常辛苦 然后从国外回来 发生说我找不到工作 然后要去住什么 要去住货柜屋 当贵族 一天六块钱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 在这个疫情 都有可能百废待举 你要知道 结果现在反而比较多 是精神病院开始在干 因为很多精神有问题 精神压力大 生活不下去的 中国大陆的民众 现在看得出来 那我用一个数字 跟大家报告 2012年 习近平刚刚上来 当这个中国大陆领导人的时候 跑到国外去 我讲的是偷渡 一年全世界各地 寻求政治庇护的 中国大陆人民 大概一万五千人 但现在已经到十一万多 十一万六千人 多了十倍 对不对 2012年全世界寻求 政治庇护的中国大陆 跑出 我不要在中国大陆 我可能偷渡 我怎么样 一万五千人 可是2022年 去年已经到了 十一万六千人 今年光是刚刚看巴拉玛 前三个月 就已经整个报上来 所以用这种方式 要离开中国大陆的人 可以说是越来越多 好 会在 刚才讲的 你把猫熊送回去 那可能还是小事 现在最严重的是 现在中国的工作机会 没有了 我们最近讲 富士康的郑州厂 本来有三十万人 现在只剩下六万人 你本来三十万人 你辐射出去的 商业娱乐 十一住行 现在就全部都没有了 现在讲的 那讲的真来假的 因为很清楚 现在这些供应链 跑到东南亚 已经很清楚地 跑到印度去了 而且我跟你讲 现在不是只有 外资撤退 现在是中国的企业 应美国跟欧洲客户的要求 带头也要跑了 中企也要跑 中国企也要跑 而且他直接就出来讲 他个是叫 广东万和新电器的 一个总裁 他就直接说 他说我的美国 跟欧洲的客户就跟我讲说 你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在中国 继续生产 你继续生产的话 我的这些高关税的部分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再这样赚下去 所以他就直接跟他讲说 你必须要转移其他地方 转移哪些地方呢 第一个到泰国 第二个连埃及都去 为什么连埃及都去 因为你要欧洲客户 可能从埃及的话 就会比较救济 而且他们现在就发现一个 很可怕一件事情 2022 就这家工厂 对 这家工厂也要移走了 对 也要移走了 而且他就直接跟你说 他说其实他们就告诉我 尤其是美国客户 告诉我说除了中国之外 你到哪里 泰国 越南 我都可以 还可以继续合作 你如果能给我留在中国的话 不好意思 我们要转单了 然后他们就想到说 他们这家公司一年的营售 大概10亿美元 其实很大 他就直接说 如果客户叫我不移出中国 单子不给我 那你要我怎么办 我们只好跟着客户一起转 那除了他这一家公司赚 另外一家公司呢 他是中国的车轮制造商 立中 立中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也是被客户要求 包括通用汽车 然后包括其他的那个业者 都叫我们要去墨西哥 他说呢 为什么墨西哥 因为墨西哥有签订了一个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所以很多的产品 从墨西哥到美国 是不用关税的 所以再怎么样 就不能在中国生产 对 再怎么样都不用生产 他说包括福特 包括通用 都要我 而且向我施压 要我们过去 那我可以 2021年我不过去 2022年我不过去 到今年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 打不下去了 我只能跟他继续过去 还包括哪些公司 包括西班牙的Mango 这家大家很有名的一个评价的 流行品牌服装 他们现在也要跟着RUN了 还有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也很有趣 他是一个沙发 连沙发制造商 敏滑家具 敏滑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他是中国的企业 他现在也应客户要求 必须离开中国 所以他们现在前进的地方 就到印度 印度他直接说 我宣布要兴建3亿美元 要盖个工厂 现在就变成你只要想到了 包括宝城 这个我们做鞋子的 刚提到的做这个什么 全部纺织 刚才讲我们的电子5个 很多都去了 电子5个全部都过去 印度最近还有一个新闻 他说因为最近呢 就是在苹果的供应店 前进印度的情况之下呢 相关产业包括我们的电子三哥 还有呢 什么连郑威啊 连塔塔集团 这个苹果生态链 在印度所创造的就业率 你知道多少吗 10万 短短几个月以年 就创造了10万的就业率 所以就有人家发现说 这事情真的是 已经感觉上已经回不了头了 所以呢 包括宝城 宝城国际 我们都知道他过去是把 越南认为 把他越南的投资很大 把他取代中国 是变成越南最大的一个根据地 现在居然连宝城 你看这个画面 就是在印度的 在印度 而且宣布大概投资2.8亿美元 所以如果说连这一种 就是连高比较算是 劳力密集度的宝城 都前进印度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知道 现在已经不是那种电子业 那个所谓的这个自动化 可能比例比较高的人 在印度生产 然后变成是科技业 整个从中国连根拔起 前进印度而已 现在是连这种传统产业 也要前进印度 现在说法是 印度的人口已经高于中国 而且印度的人口 红利也高于中国 高于中国 而且你要知道 现在一开始 其实只要他们整个供应链 过去之后 就会变成是 印度不但是未来的世界的工厂 它随着它的人均的收入 开始变高情况之下 它自然而来也会变成 世界最大的一个消费市场 所以现在谁又去印度的呢 库克 苹果的库克 现在人就在印度 在那个孟买 他的第一家苹果的专卖店 而且据说他明天 就要跟印度的总理莫迪来碰面 还有呢 要见他们的一个资讯 相关的部长 那他们现在那个苹果 为什么库克 现在看到画面 为什么他会人出现在印度 因为2021年的时候 印度的在整个苹果的 大概营收只有40亿美元 不到2% 虽然现在也不到2% 但是2022年 已经飙到了6、70亿美元 哪一个市场到现在 苹果的年营收成长 还有5成的潜力 只剩下印度 我们现在讲的 现在极限运动 越玩越接近死亡边缘 没错 这道 你知道在隧道里面开飞机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没错 因为里面的气流 里面的高低的差 结果 它居然在隧道里面起飞 而且它在隧道里面起飞 然后同时飞过两个 这个隧道 那这个速度 飞过两个隧道 对 你看 开始飞进这个隧道里面 这是意大利知名的 这个飞行员叫戈斯达 他在土耳其这附近 做这个所谓的 这个死亡飞行 那拿到飞的这个速度来说 这个飞机要经过特殊改装 你要改装成它的 机翼比较短 而且适合在隧道里面飞 为什么适合在隧道里面飞 因为隧道里面的气流 其实是不太一样 而且有些隧道 其实它是有弯度的 而且略有坡度 所以它等于在飞的过程里面 它要非常仔细的住好 还要调整 对 因为这个宽道来说 墙壁之间只有四公尺左右 所以你要在这里面飞 它飞的这样一个状况 而且你知道 因为你要飞 飞行的时候 飞机你要有一定的速度 才能够飞 你不是慢慢的 它飞不起来 所以它在这个隧道里面飞的时候 保存它时速是多少 245公里 那很快耶 它用这个速度 245公里 在这两个隧道里面飞 最后它飞越了 整个这个时速来说 超过这两个隧道的时候 一共飞了2.26公里左右 所以它不是在隧道里起飞 对 它要飞进另外一个隧道 对 它隧道起飞之后 然后飞进另外两个隧道 这样子过去的这个过程 那一共花了 我们知道一共花了多少 一共花了大概 约莫44秒左右这个时间 完成这样的这个飞行 因为你知道 你只要稍微一不小心 保杰这里面撞到 因为它这个飞机 是轻型飞机 它一旦撞到 24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就粉碎了 撞到去它绝对是粉身碎 绝对可能就是会 酿成灾祸的一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 这个速度 你都可以感觉到 是相当快的这个速度 240公里 对 在隧道里面 对 然后你还要感受到 那个气流 那个状况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它真的是非常厉害 而且还打破了 这个金氏世界纪录 你看 它最后飞出去的速度 你看还可以拉升起来 所以它这个速度 其实相当快 好保险 那市场除了这个 哥斯打这个纪录之外 这个也是非常厉害 反正你看起来 有什么平淡无奇吗 它是用个超大型气球 这个热气球 比一般大了6倍 然后下面载了一个 1.7吨左右的一个场地 这个场地是做什么呢 我们不是在看很多 这种所谓自行车 他们在那边 他们在这个场地里面 玩自行车啊 然后他们空中要飞到哪里去 飞到 约某已经是上空 2000公尺左右的这个状况 上面骑脚踏车 对 然后又停在这个地方 然后热气球停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你们在那边 骑脚踏车 在那边玩脚踏车 他们其实也在做一些 特技运动啦 比如说单轮 在这里面骑这个状况 然后在那边跳来跳去 欸 而且这个场地其实非常小 而且他们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 在这里 对 他们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 他们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 你看他们在那边跳来跳去 做那种转弯啊 空中旋转这样的一些动作 欸 你如果不小心掉出去的时候 你可以说你会摔下去喔 对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这太可怕了吧 对 那你要 因为红柳最喜欢玩这种 极限运动嘛 虽然他就站住非常多 这些极限运动者 你看这是在2000公尺左右的高度里面 在玩这样一个状况 而且保健站 英文知道为什么吗 是这样热气球上去不是固定喔 他其实会晃来晃去 当然啊 对 那边有风那边吹动的时候 他其实会晃 所以他下面其实也是会晃的喔 那万一如果你遇到一个 真的比较不幸有什么风吹过来的时候 欸 你可能真的会有危险 但是你看 这个不怕死的 他们有相当好训练的 他们就完成这样一个壮举 那除了这个壮举之外 欸 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冬天的时候 台湾人很喜欢去滑雪嘛 可能有些人很喜欢去北海道 去日本滑雪 这个真的是 大家没有学过真的是不要学 他这样 他用热气球吊上去的时候 吊到月末是大概海拔 已经到6500公尺以上 然后就把它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你看他就开始 在空中 在空中这样转 在空中转呢 保健他不是在空中转 他后来是要降落 降落在雪地里面 降落在高山的雪地里面 然后从高山这样子往下滑 往下滑过去 那他还要找一个非常平坦的锅 他如果在一个碎石的地方就完了 等于是怎样他第一个他要会怎样 他会降落伞 他会跳伞 跳伞 而且他要很精准的捉地 因为高山上面其实风向你很难捉摸 他有时候有车风或是山风 那你看他后来降落到地上的时候 他还刻意挑一个这个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人鬼 你等于是要定点降落 对 而且他这个雪道 你可以看到出来是非常抖的一个坡 一样抖了坡他就直接滑下去 那因为你这个降落的速度很快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是一个往下的斜坡 所以他速度初速就非常快 就这样滑下去 然后就这样滑下去 一路这样滑滑滑滑 然后就这样跳下去 对跳下去 你知道 换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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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 他一直滑滑滑要像滑到最后到断崖的时候 他又飞起来 所以那事实上 这个整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所谓 极限运动大家记得想哇 现在的极限运动玩到跳绳 还有滑雪两个运动结合在一起的这个状况 那最后还什么 最后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 什么大胆的尝试呢 他们一对兄弟 他们要各开一架飞机 各开一架飞机 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在4200公尺左右的高度 他们要互相换 就是我在开这架飞机 你再开那架飞机 我们两个互相换过来 一个状况 就让他们就 这很难 第一个你要两个 开到相当高的位置 这个地方可能要 已经气流相当稳定之后 固定在这个地方 固定在这个地方 他们就开始 你看他们就开始 互相换来换 互相换 他们就说他们靠近一点 让你的机翼下去一点之后 然后就让你跳过去 两个互相这个 还跳过去 就跳到对方的驾驶座上面 你只能这样子 然后就互相检查说 然后所有程序都是可以 大家这个在 很多人在这个 亚历山山桌的 这个高通上面这边看 当然因为这个难度 实在太高 所以最后的状况是怎么样 兄弟中间有一个人 是成功坐到 另外一台飞机上面 他能够开一下 另外一个人 他没办法上去 没办法上去 因为最后真的没 这是成功抵达的 成功抵达 他真的跳进那个飞机里边 对他真的进去 然后他可以把这个飞机架起来 但是另外一个人没有抵达 没有抵达 没有办法到时候 他就想 我放弃任务 他就 虽然就 搭整个这个旧生产就走了 结果最后这个飞机 就这样坠毁在地上 你看就这样坠毁了 原本是两艘飞机飞出去 后来就是有一艘 因为没办法交换 就完全坠毁在地上 所以我就讲 现在人类的这个运动 已经玩到这种极限运动 你可以想得到 似乎是未来的 可能会有更多更多 疯狂的活动会出现 好 抱歉 事实上现在真的玩的 种类非常多种 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很多 现在体现运动 穿着做飞鼠装 在天空飞响的这个状态 你要有非常好的 这个身体的能力 来能够控制这个方向 那他们知道 他们从这个飞机里面跳出去 飞出去飞飞飞 飞了一阵子之后 他们最后怎么样 最后又成功的 你看最后又成功的 回到这个飞机 回来 问题是 你看空中飞速度非常快 所以他最后 他曾经撞上 撞上之后 他还要想办法再把它弄回来 那这个运动 这个你看的 我们看的是非常精彩 非常刺激 但你知道他们其实 随时随地都是在 薄命演出的一个状况 薄命演出 我刚才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有一个人要回去的时候 他是撞上去 撞上去之后 如果撞上去 如果你万一控制不住 你撞到是头 撞到是怎样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你看 而且那个人 没有抓住你的时候 你可能要重新运作好几次 这不是非常容易 做到一件事情 对啊 刚才讲的是 现在美国属性精力 要去对付中国 对付中国 他们居然在美国之音讲说 现在最好的方式 卖武器都太慢了 最好就是 让你台湾自己生产 自己研发 自己制造了 对 没有错 事实上他们的建议没有错 为什么 等到你美国制造 那现在美国 比如说资源乌克兰 155炮弹的 榴弹炮的 这个生产的量 你就不够了嘛 一年才生产多少 结果现在必须要跟那个韩国 那么直接给他借50万颗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 我问你啊 那么乌克兰还可以通过 陆路的方式把它运去去啊 那台湾是个海岛 如果中国把你这个 等于台湾 四周全部用航空母舰封锁 那你的炮弹 外面的人怎么支援我们嘛 那最后的办法是什么 把台湾当作一个弹药库 那台湾事实上呢 那么进行这个弹药库的储存嘛 他的说法并没有错啊 告诉各位 各位 我记得我曾经在本节目讲过 全世界炮弹储存量最多的国家 是哪一个国家 不是美国 不是中国 不是以色列 是台湾 只是那是以前 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炮弹储量之多 以前还有个连勤兵工厂还记得吗 各位 现在不是大家喜欢去看 那个弹僵戏罩 有没有 在淡水河口 你知不知道 在淡水河口出海口的下面 全部都是丢弃的废弃炮弹 都在下面 多到无以复加 那个炮弹之多啊 那个废弃炮弹 因为炮弹经过一段时间的以后呢 它自己本身可能受潮 可能没有用 它必须把它处理啊 过去在中和的南四角 旁边那个 在那个处理炮弹 废弃炮弹的 兵工厂还曾经发生过一个大爆炸 所以台湾的这些炮弹 其实很多弹药库也很多 现在正在整理这些弹药库嘛 我们也一口气跟美国直接 比如说海军的这个弹药 一口气也买了这个等于说九年嘛 那更不要讲台湾曾经在美国 这个伊拉克 发生伊拉克那个战争的时候呢 直接卖给美国五亿颗的子弹 你知道吗 五亿颗的子弹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制作品质非常的精良 美国给你们下单 五亿颗子弹赚了四亿多的这个外费嘛 那么他们讲的没有错 你如果能够在台湾开生产线 直接制造相关的炮弹 当然现在是技术上的问题是 那么你后续世界各地 有没有订单的问题啊 可是这是个讨论 因为你必须要有这么多的炮弹 才够储存 要不然的话中共打过来 你怎么办 好 重点来啊 事实上在21岁的美国国民兵的 这个等于说小屁孩 他泄露的那个机密文件里面 有谈到美国对我们的防空能力 到底够不够 那么身为忧虑嘛 那他说的到底对不对 对一半 为什么呢 告诉各位对一半 因为他说的是 中共这么多飞弹 对准台湾的总共超过1400枚嘛 东风飞弹 就超过1400枚在海峡对岸 随时可以飞过来 估计一天 如果真的要攻打台湾 一天第一天飞来的量 大概是500颗左右 那你台湾 一定要打500颗 500颗左右 那你台湾的这些防空飞弹 那到底能不能 等于说抵制这些 拦截这些相关的飞弹嘛 还有对准他们2000多架的飞机嘛 中共2000多架飞机 请问都会在一天之内 全部飞到台湾上空来吗 不可能嘛 为什么 因为他会飞来的数目有限嘛 现在的台湾上空绕啊绕 不客气说啦 不客气说是因为 海峡两岸大家都非常克制 否则那些都是靶 我不客气讲 管你尖10 尖11 尖16 苏凯森都是一样的 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们的忧虑是 你到底能不能对付 我告诉你 台湾要对付的不是拿世界 我们现在事实上是 仅次于以色列世界防空飞弹 第二名的那个密度 我们不是全部要拿这些防空飞弹 去把你打来的这些飞弹 全部用两到三枚把你拦下来 然后把这些防空飞弹什么消掉 不是的 我们这些防空飞弹 最主要是保护我们重要的相关的机关啊 因为从乌克兰真正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两栖登陆 比如说没有两栖登陆台湾 或者是你的坦克大军 你的陆军 没有真正占领的乌克兰的土地 俄罗斯5000枚的飞弹都不够用啊 你知道5000枚飞弹打了半天还不是一样 打了一年整乌克兰没有投降嘛 台湾现在构置美国的爱国者2爱国者3飞弹之外呢 还有包括天宫2跟天宫3飞弹之外呢 事实上还有包括我们比较少听到的这个 都叫捷铃飞弹 捷铃飞弹其实就是陆军的野战飞弹 一车2枚到4枚 然后呢 它后面的弹压车挂12枚啊 这些都是野战 近距离的野战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美国人说的那个次真飞弹而已 而它还有包括复仇者飞弹 一车有4枚到18枚左右嘛 也可以打这个所谓装打直升机嘛 所以呢 美国的专家说 万一他们直升机过来 那么台湾的防空飞弹短距离的不够用 也不会用天宫跟爱国者飞弹 我告诉你 台湾还有各式各样的天舰飞弹 而且保洁 台湾已经有了6马赫的防空飞弹 我们事实上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所谓 10马赫的极音速飞弹嘛 然后我们的天舰 一型二型 各式的这个飞弹呢 包括陆军陆战近距离15公里的 一直到次真飞弹5公里 这些层层蜜蜜的防空网 说坦白的 你飞弹如果打过来之外 你的飞机过来了 那么我也有办法用我们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对付你的无人机嘛 所以台湾不是软脚虾 如果台湾的防空那么好打 他们中国早就打过来 不会到现在都没有打 对 中文大陆前一阵子 非常严重的沙尘暴 就沙尘暴刚刚走 现在在看到这画面 这在山东 你太可怕吧 电线杆整个拔掉 整个屋里面吹仙 然后整个房子被吹垮了 对 而且现在看起来 好像是真的有造成人员的死亡 这个画面 看来大家觉得非常恐怖 这个人是在家里面拍 就他拍出去想说 天哪 这是从小到大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吓人的一个场景 这龙卷风真的把它吸进 所有地方全部都卷起来了 然后他们躲在屋子里面 就发现说 连对面的一个屋顶 全部都被掀起来 这还是就是说除了龙卷风之外 还有部分地区是有冰暴 你现在看这个画面对不对 它是下午 那下午现在突然之间 整个天空变成黑色 然后不断地雷风 暴雨 闪电之类 还有冰暴都让整个掉下来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这是发现了什么样的印象 很多在拍摄的人 边拍边惊吓的时候 这真是世界末日吗 你看对面的那个屋顶 一整片就这样掀起来了 所以这个画面真的让人家觉得说 而且是山东非常多地方 同时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然后它所情经之处 真的就是会造成很多的一个损害 然后包括你看田地里面的龙卷风 也就是这样子 尤其更空旷的地方 所造成的一个危害更大 还有包括就是电线走火 你看这也是他们想到说 怎么可能你会相信 这是发生在山东灵异的这个地方 而且除了这个地方之外 还包括江苏上海 也都是有类似的一个 强对流的一个情况 他们编排还想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整个一片全部都是这样子 非常满目疮痍的一个景象 很多人都说这是天有异象 这是代表着 是不是今年的一些状况 是很不好的 然后你看 这种看到的地方 全部都是满目疮痍的 而且他们现在 经过之后都碎沾头 都是 而且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清楚 到底造成多代的一个损害 然后很多是车子 也被吹到半空中了 他们说现在很可怕一件事情是 目前为止除了山东之外 包括河北 还有包括安徽这些 也都是未来几天之内 都要提防类似的一个景况 然后还有包括江苏 也是暴雨如黑夜一样的 不断下下来 这是山东所下的冰暴 最大竟然还有两公分 他们就想到说 这个其实过往 很少看到这样的景象 在江苏一样 也下了一个冰暴 他们现在有点担心 就是说 这个目前为止 也是春季的一个农耕的季节 这个会不会造成 他们农业相关的一个损害 然后还有武汉 一样也是暴雨 闪电交加 云南一样也是下冰暴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们都很担心说 在未来几天 尤其是现在感觉上 应该是要农村的一个 一个季节里面 这会对中国的粮食 也产生供给上的一个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